有隆藏盤之稱的屯門清盡 最小的單位只有 128 呎 但項目性在樓底高 設計師就從角樓入手 我們有請設計師 Steven 講解一下 這個角樓樓梯有什麼特色 這次單位有一個比較窄長的走廊 我在設計時跟業主考量了 有一個可以活動式的儲物樓梯櫃 當業主想有些大型的傢俱、物件上搬入單位的時候 這個樓梯櫃就可以搬到客廳 搬到東西的時候便方便很多 拆開活動式儲物樓梯櫃步驟簡單 櫃內收藏一個好像皮帶扣的安全鎖 首先把鎖打開 然後移開櫃底的木板 櫃底設有輪輪 把輪輪的安全鎖打開 然後便可以推開活動式儲物樓梯櫃 再看看上層的角樓臥室 為了方便女護主梳妝打扮 設計師加了一張摺疊梳妝桌 用的時候才拿出來 上了角樓休息要下下層色燈可能不方便 設計師突然在床邊加裝了燈 在客廳的位置 在電視機櫃對面便做了一組儲物衣櫃 為了充分利用儲物衣櫃裡面的空間 所以梳化方面便選用了一種豆袋梳化 另外設計師考慮到戶主有可能招呼客人 在衣櫃旁預留了一些儲物空間 可以擺放摺椅 業主亦希望在他們的空間裏 可以有個位置放他們心裏的活具和figure 設計師在客廳上亦花盡心思 備有多個儲物空間 每一吋地方都沒有浪費 在開放式廚房方面 設計師亦巧妙遷就客廳空間 以沿用發展商摺疊式的食飯桌 住戶可以在食飯時先拉出來 收納後亦不會佔用空間 這個單位整體設計以簡約白色目為主 長身配上淡淡的粉藍色 打造自然小清新的感覺